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咱们把剩下的给讲了 应该从这个光照通道开始 通道光照 通道光照和下面一个镜头湿针 这些东西都是很少去用到的 首先你需要有一个灯光 这里就去上一下 那这个就是没有通道光照的一个效果 当我们把带有通道光照的效果扔给它的时候 我们再来对比渲染一下 它会变亮一些 其次就是你可以把这个灯光给它扔进去 让它排除这个灯光 这样你就可以只渲染它灯光照亮的一个高光的部位 就有这么一个作用可以去控制它 其他就是你可以控制它当前的一个采样 以及它的偏移值 还有你这个取样的一个类型 然后这些我们是都不用进行更改的 好,这个就大概它的一个通道光照 那还有呢,就是它下边这个镜头湿针 这个东西也几乎是用不到一个东西 它如果可以实现一个什么效果呢 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帮助文档 就是当我们这个摄像机有的时候 它有些东西会有一些这个镜头畸变 就是这里周围会有一些这个变形 然后呢,可以通过这个呢,去给它解决 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校正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然后这个呢,我们用PS去调一下就完全足够吧 而且也非常快 所以说没必要在这里面去调 然后上面呢,就是你可以去随意的给它起名字 你也可以拖着文件夹去命名它 下面呢,就是你可以去给它拖出来一个纹理进去 例如说我这里去随便拖出来一个纹理 然后呢,你可以在这去改它图像的一个尺寸 以及它图像的一个偏移 就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镜头湿针 好,再下边一个是这个顶点贴图 这个顶点贴图呢,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 后面呢,我们会经常的去用到它 那这里呢,先简单的去说一下它怎么去用的 那打开之后呢,它这里边就只有这么一个选项 那首先呢,我们用顶点贴图它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这个模型塞掉之后 通过它的点去生成一个贴图 好,把它分段改个300 可以给它改成一个六面体 OK,我去塞掉它 塞掉它之后 你才能选择它的点模式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最快的方式是什么 就通过这个 呃,角色里面有个叫 绘制工具 那点击它 你可以直接去绘制当前的一个 这个顶点贴图的效果 好,例如说我现在绘制一个笑点 OK 呃,这里你在绘制的时候呢 你可以点击它这里边啊 它这呢,有一个这个模式 你可以给它改成平滑 因为现在它边缘是这种比较尖锐一些的 这种像素格子 就像这个锯齿一样 你把这个模式呢 改成平滑 去增大一下 然后应用到所选 或者应用到全部 啊,这样的话呢 它会平滑一点 包括后面给贴图呢 效果也会更好一点 好,现在呢 去给它一个这样的一个黄色 颜色里边给它黄色啊 这里咱们新建一个 好,然后这个呢是黑色 黑色呢 就顶点贴图的这个材质 我们把这个顶点贴图呢 给它拖上进去 就这个标签啊 拖上进去就好了 好,那这个呢 就是这个顶点贴图的 再去看一点 扔上去 OK,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们当前这里啊 它会把之前的给它覆盖掉 所以呢 我们就 呃,不用在它的一个颜色里面了 你可以给它复制着色器 沾到它α通道里面 去沾进去 那你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得到一个 这样笑脸的一个效果 对吧 当然了 你把它颜色去开启 就是你把这个清除掉 你也可以这样去改它的颜色 就很方便 你可以随意的去 调整整个模型的效果 那再包括你去渲染它的时候呢 它也是一个这种贴图形式 它实际上呢 就是把你这个每一个顶点 通过它这个权重的范围 来生成这个贴图这个区域 那这个呢 你就不用说去考虑 你当前这个模型贴图 贴图的一个UV啊等等一些问题 就等于你就直接在这个上面 进行绘制贴图 例如说我就绘制这个区域 啊 这里咱们把它的模式改一下 改成添加 例如说我就绘制这个区域 对吧 直接画就行了 就是不用考虑它这个UV啊等等问题 你画的这个区域呢 实际上就它上面这个点 你点越多呢 你这个模型的点越多 它效果呢 就会越细腻一些 好 然后这个黄色区域呢 它代表的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后面这个材质球 这个黄色材质球 就是我们之前 呃 没有这个覆盖的一个东西 那么它应该就是红色区域 红色区域就是这个第一个 黄色区域呢 就是这个黄色区域 就是后面这个蓝色的 因为我刚好把这个材质给它 弄成一个黄的和蓝的 啊 就是它全中你的这个黄色区域 就这个蓝色材质球的这个 我们去做的时候呢 就是注意 你哪个地方要去给它做alpha通道 然后呢 你就在alpha通道里面去添加点点贴图 就ok了 好一般来说你绘制的时候呢 就绘制的是一个黄色区域 而不是红色区域 那你如果就是不小心绘制多了 想去减选它 怎么去减选呢 你就按住control键可以进行减选 然后包括它的平滑 也有快捷的方式 按住shift的键 可以快速的对它呢 进行一个平滑 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去推出来看一下 对吧 可以自己去修改 那么除此之外呢 就在你这个点模式的情况下呢 你去在这个选择里面 设置它的顶点权重 也是可以的 你可以再重新对它进行一个绘制 用这个选择要顶点绘制 也是可以这样进行操作 然后你如果新建了这个 标签呢 它会覆盖掉你之前的 你可以给它删掉 或者调一下它的顺序都可以 好 那么这里呢 就大概大家先简单知道一下 它这个顶点贴图就这么一个作用 它可以通过拖拽你这个顶点贴图的标签 给它转进去 来识别当前这个 它的一个范围 就是跟黑白贴图这个蒙版遮照 是一样的道理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贴图 来扔进去 那这里面去应用就OK了 这个顶点贴图呢 后面应用会很多 所以这里就不会说讲那么多了 因为它还可以结合我们这个 CGD高版本的这个预值 啊等等东西 可以配合做很多东西 好 那么下面一个呢 是这个 颜色里的效果的分化 这就是最后一个 看一下 最后一个 这个分化呢 也是很少去用到的一个东西 这里 这里去随便扔一个哈 几乎是用不到这么一东西 它很多东西就跟滤镜一样 你就几乎用不到它 所以很多人也没有去 非要去学这个了解这个 当然咱们这个作为知识普及嘛 就都说一下 它这里呢 就是可以去调整出这个强度 来做出这种 有点像那个动感模糊的一个感觉哈 然后在这呢 你可以控制它UV的一个方向 就是你模糊的一个方向的感觉 包括它的一个平滑度 然后这里面还有它的一个权重 明亮或者暗色 你在这里去观察就可以 然后它这里呢 还有个这个强度着色器 扔给它之后呢 它会根据这张图呢 有一点变化 就是不是完全的单独的一个方向的东西变化了 然后给它清除掉 然后平滑度给它弱一些 虽然讲看一下效果 它就是分化的效果嘛 就这样分化的一个效果 如果不开这个分化的话 就是一个普通贴图的一个东西 在这里我给它 把这个分化给它去掉 清除掉 你看它就是一个普通贴图 给完分化之后呢 就像给它加了一个滤镜一样 数据像这个东西就是 完全在PS里面做成了 它CD它只是给你提供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就不用去用它就行 好那么到这里呢 咱们这个效果呀 就全部都讲完了 再说一下哪些是比较重点的 重点我们常用的话就是 有时候像这个接近对吧 咱们讲的也比较多 次表面散射 这个肯定是经常用的 还有这个发现生成 环境吸收 然后这个薄膜 点点贴图 这么几个是最主要的 其他像这种各项异性呢 然后 然后 这个波纹啊 这些就是看情况去使用的 然后剩下这些就几乎是用不到的东西 咱们就都是给它讲了一遍 OK 那 咱们下节课见 然后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 来私信问我都可以 对 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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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